超市貨加上幾乎已經半空 西班牙的婆婆媽媽 趕到市場面對的 是一場葵花油之亂 就算價格往上攀升的 速度快的嚇人 不少民眾還是咬牙決定 多抱一罐回家 比利時也同樣充分地感受到 這波因為戰爭掀起的葵花油之亂 超市紛紛貼起告示 限制民眾購買葵花油的數量 烏克蘭是全球最大的葵花油生產國 根據經濟觀測戰的數據 烏克蘭一年產量達到2300萬噸 佔全球總量的46% 西班牙每年從烏克蘭進口 40萬噸的葵花油 相當於總進口量的40% 現在一下子出現這麼大的缺口 不只是婆婆媽媽好緊張 每天需要油炸西班牙傳統點心的餐飲業者 更是心在躺血 西班牙其實本身就是使用油的生產大國 一年可以產150萬噸的橄欖油 在這波葵花油之亂當中 橄欖油渴望因此脫穎而出 在西班牙我們有這個飲品的飲品 最初的飲品是最初的飲品 是保證的飲品 因為我們需要的飲品 如果我們需要的飲品 如果我們需要的飲品 我們會想到其他方式的飲品 我們需要的飲品 在飲品裡的飲品 這是最初的解釋 因為我們最初的飲品 最初的飲品 只要是橄欖油不適合 反復的香味油炸 還有獨特的口感 並不是所有的料理 都適合使用 但面對短缺的困境 不少業者也不敢只堅持 使用桂花油 或是橄欖油的短缺 為了應對這一波食用油的短缺 印度已創紀錄 每噸兩千一百美元的價格 改向俄羅斯進口 預計1.2萬噸的葵花油 從四月就會入市到貨 葵花油之亂更衝擊到 準備進入摘戒月的伊斯蘭教國家 緊接而來的開摘截 食用油的用量勢必倍增 沒有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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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政府還因此建議民眾 減少使用油炸的方式烹調 改用蒸烤 還有水煮的方式做菜 東歐戰爭掀起的葵花油之亂 就連嘴裡的一口酥脆 都得跟著改變 雨夜新聞綜合報導